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要練度回顧 我們已經佔用了我們所有時間了 所以我們現在繼續做這個練度回顧 還有什麼練度回顧呢? 在物理學上基礎的科學 又跟我們實際應用有關的 我們不出就是這個核聚變 還沒講之前你再簡單講講什麼叫核聚變 我自己都挺偏心講一下這些 跟物理能源有關的東西 因為對我來說我比較容易 我們現在經常講 接下來會多用很多核能 那些核能都是由一些比較重的 提煉一些比較重的核元素 然後透過它們自然分裂 獲得能量 然後那些重的核元素一路分裂 引發連鎖反應 我們就可以獲得很多很多的能量在這裡 那它的危險就是你怎樣控制它連鎖反應 就好像我們現在看到現全世界上的核電廠那些東西 它是依賴著我們對於那些比較重的 不穩定的元素去分裂獲得能量的 但是在物理世界裡面 在物質世界裡面我們知道 如果對於一些很輕很輕的元素 反而你是將它合起來 你就可以獲得能量 一個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太陽怎樣發光發熱 我們的太陽就是透過 將那堆氫和氦 透過地心吸力去連在一起 將它們困在一起困到很密 裡面那些這樣的氫氣 撞擊 撞擊到一個地步 是激烈到一個程度是連它們的原子核都合起來 變成了比較重的元素 而根據我們的物理的常識 我們就知道這個過程是會獲得能量 而且獲得更加大的能量 所以人類弄武器 弄輕彈 輕彈出來的能量是比傳統的廣島長期的核彈更加高的 既然我們可以將這件事弄成一個破壞力這麼強的武器 一定要想就是一個和平用途 太陽都是這樣發光發熱 我們在地球上能不能控制得住 駕馭到這種這麼難做的核聚變反應 來去獲得能量呢 如果能夠做得到的時候呢 我們會認為那個能源就幾乎是源源不絕的 因為這些地球上氫是很多的 氫氣就不多 很多時候就困在地層裏面 但是碳氫化合物 氫氧的化合物在地球上很多的 我們只需要在那裡拿到那裡的氫來聚在一起 就可以獲得能量了 所以我們是不停地在說 自從在這個冷戰時代 一直去認識到核聚變反應 到現在我們是沒有停止過 是將核聚變造成一個和平能源用途的 但是中間實在面對太多太多這些困難了 但是在每年我們都累積到少許的成果 我們現在會說 我們不會再說三十年後才能做到 現在可能我們在說三十年內 我們會做到 甚至乎英國我們是看到 是有定了一個目標 是說在2050之前 就會做到一個可以用得的核聚變的波爐 就是人類就會在2050之前 會有一個運用到核聚變來發電的一個機器在那裡 我們就回顧一下過去一年的增長 和又展望一下未來一年的核聚變的前景會是怎麼樣 那是不是說我們在地球上 我們再做幾個太陽出來 絕對是的 因為太陽之所以是太陽 就是我們能夠模仿到太陽裡面發生到的物理反應 其實就是那種叫核聚變反應 來去釋放光和熱 那我們運用到同一個物料 引發到同一種的核反應 那我們就是在做太陽同一樣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去看那些的進展 是幾個國家一起做 還是每一個國家在獨立競爭呢? 如果我們會說 不是說每一個國家去獨立競爭 因為這件事本身是需要很耗費人力物力的一件事 以前你可能就是美國擔起一個project 蘇聯自己擔起一個project 現在我們看到中國大陸自己擔起他們自己 就是中科院的人造太陽的那個研究 OK? 然後更加多就是那種跨國的合作 譬如在歐盟那裡講ITER整個國際合作的項目 就是在法國那裡有一個 基本上是聯合國的核聚變窩爐 也都在做 那你如果韓國自己也都有自己的項目 但是譬如現在最新講這個 剛剛今年呢 最近這兩三個月的消息呢 日本自己的那個窩爐也都做了出來 但是日本那個窩爐也是一個 和國際合作的一個項目來的 所以就是說大家互相分享資源 分享知識來去合作研究 就不要只是看那個窩爐放在哪裡 但是主要看它怎麼去合作研究 你就知道整個現在核聚變的發展性質是怎麼樣 那在這裡要講一下之前發生的事情 那在去年的12月呢 其實呢我們是有提過 一個很重要發生在美國核聚變研究的里程碑 OK 那個里程碑講得好像很厲害 但是連美國自己公佈的時候都講的 就說不要看得那麼厲害 它距離我們能夠真正用到核聚變呢 那個能源還差很遠 去年12月的時候的消息是這樣的 它就說在美國的那個叫National Ignition Facility 那就是在美國的一個國家的實驗室 一個專門研究那個怎樣研點核聚變的一個實驗室裡面呢 他們就能夠做到一個效果就是輸出的能量 最後獲得的能量是大於輸入的能量 在那個實驗室裡面他們是用了192支的激光 來去匯聚在一點裡 將那裡的輕燃料去加熱 加熱一個地步就引到一個地步是上億度 是能夠令它成功引發到核聚變反應 而且我們現在發覺呢 那個輸出出來獲得的能量 因為核聚變產生出來的能量呢 是更高過原本激光的能量呢 所以我們在去年十五月的時候也特意說了 就是那個美國是不止一次 就是在那個去年那一回合的實驗裡面 是試過一兩次可以重複去做到輸出的能量 是大於輸入的能量 而當時我們也說過的 在2023年他們會繼續做 就是嘗試去找一下一個最理想的條件 用一個什麼的參數 什麼強度的激光 什麼的溫度 什麼的密度等等 是能夠令到那個輸出和輸入 可以做到一個最理想的狀態呢 那現在在2023年就是一個這樣的探索的 那所以呢 如果看回這個National Ignition Facility 過去一年的工作呢 那在剛剛這個星期的自然期刊那裡 都做到一個回顧的 就說它在2023年裡面 另外重複了三回合這些這樣的實驗 而且是每一回合都能夠成功重複到 是那個核聚變產生的能量 是大於激光給進去的能量 那你可不可以講講 現在譬如說他們做核聚變魔奴呢 那個具體的操作方法是怎樣的 就是它裡面那個mechanism是怎樣的 那這裡又要再仔細說一些 現在我們在地球上做這些核聚變的那些方法呢 是粗疏地分成兩個進路 一個就是好像現在台長身後面的畫面 看到整個窩爐的 或者是弄到整個東掉形狀的那些叫做Tokemark 這些這樣的東西 無論韓國現在這裡顯示出來是日本 還是國際合作的ITER 還是中國整個叫做EAST 全部都是這種形狀的東西 德國它有另外一個扭麻花的東掉 就叫做Stelerator 就相對的發展就比較 就是曾經一度領先 但是現在比較滯後了一些 那往往講這些實驗 誰領先不領先呢 你要好看哪一個的領域的 究竟是不是溫度高這個就贏呢 不一定 OK 是不是維持那個導電狀態越長就贏呢 又不一定 就是你那個運作溫度 還有裡面能不能夠維持到一個穩定的 等離子體維持得夠久 是一系列的參數來決定 你的舊東西 能不能夠是比其他的更加先進 那麼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剛才我說美國那個 用192支激光射下去那個樣東西 就另外一種就是叫做 用激光引發核聚變的那個方法 那兩種不同的方法來的 那麼這裡又要強調回來了 就是容許我花一點時間講回頭 美國能夠做到輸出能量 但是那個輸入能量 是不是我們以後就一馬平原 就已經可以就是說 用美國那套激光聚焦的方法 來去產生做核聚變能量呢 不是 美國自己那邊的公佈 你很強調千萬不要這麼快跳到這一步 用一兩個說話很容易解釋到 為什麼不可以這麼快樂觀著的了 就是因為呢 雖然你輸出了 就是你輸入的激光能量是一個單位 你輸出的能量是一點多個單位 輸出大於輸入 但是你為了產生那個一個單位的激光能量呢 你是用了三四個單位的能量 來去產生那個一個單位的激光能量 所以如果你要真正的輸出和輸入的比較呢 你是要將最後那一點多單位的能量 和最初你比下去激光那三四個單位的能量做比較 所以總體上來說都還沒有做到 叫做輸出大於輸入 只不過就是如果很理想的情況 我們是可以能夠把我們的電能 100%變成激光能量 然後那些激光有在那裡的時候 它就可以幫我產生更加多的聚變能量出來 這件事就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說現在美國那邊 它用激光燃點核聚變那個 它是在聚焦在它那個燃點的技術那裡 我怎樣可以能夠有效地去點著了這個核聚變反應 最後這件事會不會是幫得到 那些核聚變波爐去產生第一個的核聚變呢 可能有些地方會有幫助 但是兩件事就是未必能夠完全是吻合 但是我們是對於核聚變那個物理和控制的條件 會理解得更加好的意思而已 所以暫時來說我也不可以說 雖然那個叫美國的National Ignition Facility 它已經在2023年重複了好幾次激光燃點 核聚變獲得了很多能量 但是就未可以這麼快樂觀著 但是我們的希望就放在更加多 就好像現在台長身後畫面那種 冬甩形狀那種這樣的波 這個就要寄望於國際那個ITER的WOLO 韓國的KAIST那個WOLO 中國的EAST和現在日本的JS60 它裡面用到的原理比較複雜 因為核聚變需要的溫度很高 要是上億度的 或者至少要是五千萬度 它的溫度這麼高 你世界上沒有東西可以載著它 你只能夠浮著它、浪著它 就是說就算你用激光燃點那些等離子體 那些等離子體是浪在半空的 你千萬不要找東西載著它 因為一災即溶,太熱 這些等離子體如果要是在WOLO存在 因為你不做這些那麼熱的等離子體 裡面是不會有足夠溫度 會產生到核聚變反應的 所以你要將這些東西煲到去上五千萬度 甚至上億度那樣 現在日本這個就說 它應該應該頂得住 你煲到二億度都可以 你煲到一個這麼高的溫度的時候 裡面那些元素 那些氫元素就有能力去 可以抵抗到那個靜電荷和靜電荷的排斥力 而最後是可以黏在一起 來去變成一個單獨的元素 現在就是要煲到很熱的溫度 而裡面那些等離子體 你要用電池牆來困著它 令它磁浮在半空 磁浮在半空得來的東西又高溫 它有少許東西漏出來 射到牆上都會弄壞東西 所以你怎樣控制著這些等離子體呢 就是很長期成為一個很令人頭痛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到了你進行這些核聚變反應之後 你出來的東西的能量很高 你怎樣採集它 然後就拿它的能量出來呢 還有怎樣令到東西可以更持久耐用呢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困難在裡面 那現在我們會看到很多的國家 他們就朝著了一個目標就是說 我能夠將這個等離子體 維持到有這麼高溫得這麼高溫 有這麼長時間得這麼長時間 見東西有這麼耐用得這麼耐用 那到了過了某一個數字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宣稱這個核聚變反應呢 就可以研究成功 然後我們就可以準備將這件事變成民用 那現在就可以說了 實驗建立了 但是現在這些鍋爐 會不會已經有一個做出來 可以輸出大的輸入呢 什麼都還沒有 然後各個國家就會用他們的努力 去繼續去試 有些就會試一下不同的鍋爐設計 不同的參數 那是鬥快的這件事 但是如果根據剛才這個講法 這個似乎在人類應用 都還有一個頗長的時間才能達到 是啊 但是我會覺得2023年這個年度 就是都是一個重要的年度來的 就是我們透過美國那個National Ignition Facility 去裡面獲得的知識 我們怎麼可以做得到更有效地去做到那個輸出大的輸入呢 就是接下來我們很希望看到一個關鍵的轉折位 就是說我們會不會已經出現了一些窩囊 就是那個輸出和輸入之間的數字越來越近 現在都不是撐得太遠了 現在都在撐一倍之內 其實都是 但是當然你一定要做到 就是 最後真的確確實實輸出大的輸入才行 如果不是就用來也沒有用了 是嗎 是 好了 我們今天的科學新資就完成了 我們回顧了2023年 也都講了一些預測2024年 但是下個禮拜就已經是真是真是年尾了 在這段時間 想講到大家聖誕快樂 下個禮拜就陳振文博士會 繼續跟大家去講這個科學新資 我們到期見 拜拜 好 聖誕快樂 拜拜 請拜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